一双手都不能放,就算是快被废弃的小学也能起死回生,甚至改变偏乡。 这群人同心协力,让云林县古坑乡的华南国小从此不同。 成青尊,一双手都不能放,用爱办校改变偏乡。 朱俊达,打开学校大门走入社区。 菜药人,让家乡更好,从教育深耕。 杨成超,在小山村为孩子而拼搏。 从社区出发,从关怀出发,他们为下一代努力而拼搏,让偏乡看见最无穷的希望。 首先,欢迎现场的是我们的华南社区的好朋友们,欢迎。 谢谢大家来哦,谢谢。 一个即将被裁病的小学,因为新校长的上任, 让我们所有的学校的同学,还有我们的附近的居民, 都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久不见,同学,好同学,要我们欢迎华南国小的师长,掌声欢迎。 校长,老师,校长会议长们,请进,谢谢。 先了解一下,当陈校长还没有来到这个学校跟这个社区的时候, 这个社区跟学校到底是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来的前一年多, 那整个社区你可以看到,因为小孩子也不多了, 那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数势必, 这个年年下降之下,到底多少人? 那时候他来的前两年的话,还维持三四个, 校长要来的那一年,就毕业的,转走的, 他不到三四个,是,那正确的,只会越来越少,对不对? 对,只会越来越少。 你们已经预估了,他就是会越来越少? 对,越来越少,是,然后那种氛围, 你就觉得整个死气浅浅,是, 然后就家里的一两,一只两只老狗就这样, 贴着那些老狗,你这样讲还有画面,画面都跑出来, 就家里门口有一只老狗这样走过去, 就是这个社区的气氛,对不对?没有错, 那家长呢,就是大概, 因为这个好像也没办法去扭转什么, 然后我们只求说, 能不能我的孩子这六年,念毕业, 念毕业,你要裁病也好,要冠门也好, 那个时候在做,有个学校让我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念, 毕业就好了,只求这样, 那这样子一个社区,为什么陈校长你要接, 这样子一个学校,你为什么要接, 我也不想接啊,被指定了吗?没有, 那时候是,云林县刚好有一个小病财孝的一个政策出来, 那时候不到三十个人的学校要即将面临到被裁病的一个命运, 那一定是你们了,三十个了,对不对? 那时候华缆是二十三个,张武二十四个,草领二十四个, 成功国小三十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原则上只要三十个以下的, 几乎就全部要裁病,那时候县政委已经召开好几次的, 那个小校裁病的会议,那结果他们要去学校社区, 去进行那个裁病校说明的时候,我听说啦, 我听说啦,有被社区居民翻桌子, 为什么?因为学校跟社区之间的那种情感, 其实是深不可逆啦,其实只有两个人,三个人, 他还是我们的学校耶,对,至少我以前阿公阿嬷, 都在这边念过的,然后结果在一翻桌完之后, 他们社区居民,我记得在那个,那时候讲了一句话, 说你如果把我们的学校卉病校,那未来我们这些后代的子孙, 或者是我们要去哪里读书,就等于是把社区的根, 同时也拔掉吧,有一点,我那个时候就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校长说的那个, 一个说明座谈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一个老人家,他就这样出来讲, 他说你拜托,拜托,你们不要把我学校卉掉, 你这个学校卉掉的话,你就等于是媚村, 对他来说是这么深刻的感觉,没有错, 我没有学校了,我连受教育的地方, 我的回忆没了,被拔掉了,对, 然后因为至少你看,这个学校在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听到,在白天的时候, 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对老人来讲,还蛮感伤的, 对,对,因为对于老人家来说, 听到小孩子的声音代表这里还有人气, 活力,回忆,子孙,至少还有一个希望, 到底华南国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先了解他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带他回来。 同学好同学, 但美好的回忆又上来, 梦依然热血, 华南,位于云林县古坑乡, 这个日治时代以后的名称, 它涵盖几个聚落, 而且大部分分布在山谷凹地, 是一个崎岖不平的山中村落, 因此往来交通不太便利,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往都市集中, 孩子也越来越少。 当我自己来到这个社区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被震撼到, 我曾经进入到一个社区里面, 那个社区少说三、四十户以上, 可是真正住在里面的人不到十户, 你看那种已经是空山极极, 以及整个社区凋零到, 有点冷清, 冷清到有点寂静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那种, 怎么会整个死集到这种程度, 华南国小随着人口外移, 再加上老师流动率大, 教学品质无法稳定, 硬体资源也不完善, 人数一度只剩下23人, 再过几年,孩子陆续毕业了, 成校可能只剩下个位数, 直到成亲尊校长接任, 一切开始不一样。 这个学校到底要不要保留下来, 那保留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背后会牵扯到, 整个学校跟社区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而有, 那个牵扯到你社区的产业文化, 你弱势,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学校的整个, 整个孩子的状况。 连坊间地图都不会标示的云林小山, 没有自来水, 没有公车, 没有诊所, 要改变现状, 成校长和师生们同心协力, 从社区开始。 华南国小司机开着车, 载着老人家到华南国小看诊。 一般不如要叫车, 不如要年轻的载老花, 这样啊, 不太久, 说你哪里怎么办, 你就去哪里看来, 很好啊。 因为社区老化问题严重, 华南国小师生一起努力, 争取将废弃多年, 杂草丛生的卫生室, 重新改造成了医疗站, 让医生上山看诊。 他们校长就会找我们医师公会的人员来, 希望帮忙, 所以我就, 可以的话我就抽空, 一个礼拜两天到这边来帮他们服务一下。 逐渐地, 社区医疗的服务层面, 从华南社区, 扩及到嘉义县, 病人也从原先的10人, 一直增加到平均每次三、四十人, 在偏乡医疗站数一、数二。 其实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就是住惯大都市生活人, 不晓得一个学校的存费跟社区, 或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我们的校长居然发明吗, 可以讲发明吗, 他创造了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课程, 比如说你第一个课程是从扫地当中, 自己的学生所领悟到的, 那是一个我去到开学之后的第二个礼拜, 那时候刚好有六个六年级的学生在校边口扫地, 那刚好看到一个阿公带着一只狗往山下走, 然后经过几天以后, 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就来问我, 就说校长, 为什么每天都有一个阿公带着一只狗, 都往山下去, 他去做什么, 他们已经来六年了, 我才来两个礼拜, 我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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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时候我念头一转就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他去做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在测试他, 如果你能够回答, 我会对他有奖赏, 他好高兴, 他马上就去问护士, 护士阿姨, 那问完隔一下节课说, 小小小我跟你讲, 那一个人叫做林时定老先生, 今年九十岁, 他旁边那只狗, 那只狗, 他一直强调那只狗, 那只狗叫狗嘴, 他每天, 这边, 对, 他每天, 每天到山下去砍竹笋, 我那时候听到, 九十岁每天到山下去砍竹笋, 那时候我心里面突然, 怕一声响了一下, 九十岁不是应该在家里, 喊你弄孙的时候吗, 那时候我心里面, 充满很多温号, 我就跟他讲, 你表现太好了, 但是校长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来了解社区里面, 所有的老人家的食欲住行, 这个部分, 校长, 这不是你的设计课程之内, 这是临时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课程, 要发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怎么会晓得老人在前面, 所以你当时最初的, 最上面的念头是什么, 我就是希望说, 这些孩子能够走出教室, 这是你最早的念头, 我希望孩子走出教室, 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那所以我们现在找到的这个老人, 他带着他自己的镰刀去砍竹子, 有了这只老狗, 他隐身了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他可能, 他可能为什么要这么老, 还要去工作, 他的生活到底会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社区, 难道都只有老人家, 没有年轻人吗, 我们去那个护证事务所, 拿了那个老人家的名册, 然后一户一户去拜访, 然后记录他的十一柱形欲乐, 这样做出来之后, 其实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 他们所有的家里都没有自来水, 台湾耶, 对,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这个老先生的家里, 他是山泉水下来, 那庭院有一个水泥的四方形的水槽, 那里面长青苔, 那水这样一直滴下来, 他们要煮饭的时候, 是拿那个嫂子, 那里面长青苔去那大厨去煮, 我怎么想说,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我吓了一大条, 然后再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要买菜, 必须要走很久的路, 才可以到梅山或是山下, 才能去买菜, 因为菜车, 一个礼拜可能来一次两次而已, 所以他们后来, 我看他们煮饭的时候, 都是煮一餐吃三餐, 你如果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其实是OK, 比如说离最近的四季, 加一些梅山乡, 那个四季的话, 大概四公里路, 问题是像这么老的老人, 他没办法,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 公车没有办法, 这里没有公车, 他们应该也不能骑摩托车了, 应该也不行, 开车了, 简单讲, 没有公车, 没有自来水, 更没有诊所, 所以这样, 等一下, 连诊所都没有啊, 没有错, 这样做完之后, 其实问题就开始来了, 孩子就问了, 为什么这里的阿公, 那个生病没办法搭车下去就医, 那这个医疗是谁管的, 我说健保局, 然后那个自来水谁管的, 我说那个是自来水公司, 我以前小学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健保局, 或者是自来水公司, 这个都碰不到的, 后来他们就贵着, 这些问题, 老学最有用, 我说可能找县长最有用, 你叫他们跟他联络吗, 他们就真的叫, 那我们去找县长, 他一讲了以后, 我整个连, 好几条黑线, 可是你知道吗, 既然答应了, 我就必须要, 我就打电话去县长, 直接去邀县长, 那县长没空, 他派那个秘书过来, 跟孩子接洽, 那孩子开始做访谈, 开始做笔记, 那访谈完之后, 后来那个秘书说, 这个事情, 其实看起来不容易, 一天两天解决, 那既然你们校长, 已经被我们派上去了, 那这问题就交给你们校长, 去做计算, 推回来, 他讲了这一句话, 我就把它记在心里面, 那后来有一次就是, 我刚好中午去, 县政府开完会回来, 那11点多, 我看到一个阿婆, 拍两个胸脏, 本来, 对, 搭这两个胸脏, 对吧, 一路一走起来, 那走一两百公尺, 就休息一下, 走一两百公尺就休息一下, 其实我那时候, 车子开在后面的时候, 看到眼泪掉下,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只是他们的, 小小的一个问题, 可以讲三年, 因为太多的心酸跟辛苦, 眉眉角角的问题, 一大堆, 所以这个课程要怎么设计, 难道我们要随时碰到这些, 可能的老人经过我旁边, 开始想说, 我们今天开始设计课程, 这个课程叫做, 找老人的一天, 怎么设计课程呢, 其实我们是, 还原是以自己本身在地的社区, 我们的咖啡课程来做设计, 然后我们把一些学科都放进去, 同时我们把孩子带出去学校外面, 然后去关怀这片土地, 关怀这个社区, 然后去做服务学习, 去做生态祭典, 那我们希望让孩子去感受, 自己家乡的土地的一些, 不要说对自己的社区都不了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年来, 像9月份, 我们因为社区开, 晚上开那个, 礼监事会议要改选, 改选礼监事要开第一次会议, 我觉得7点多, 然后像有留下来讲, 讲完之后, 他寄给我一个封信, 我对其中一句话, 非常有印象就是说, 只有亲身走过踏过, 才能感受土地的生命力, 我一直对那句话, 非常有印象, 而且也非常感动, 那所以说我们的课程设计, 基本上是以跟我们在地社区为范畴,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一定要亲身走过, 这整个都是住, 就包括刚才说走出去, 都是重要的, 我要让这个孩子们的教育, 是跟这个土地产生关联, 可是你这样可以不要来, 我觉得太辛苦了, 一般的老师, 固定上下班就好了, 你还要想这么多, 还要去爬山对不对, 是, 那为什么你要来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40岁在第一次爬河湾山, 我想说, 我为什么40岁要来爬河湾山呢, 我为什么要来呢, 那新闻上面, 报道上面很多, 都有关于花南国小, 十大经典学校, 校长队课程方面很熟悉, 其实花南国小在我来之前, 在我们运营县就是以课程导向, 很著名的一个学校, 那我在想说, 我与其他学校, 我想来看校长怎么去, 用课程去带领一个学校, 往前迈进, 所以你是有想法的人, 不然其实是一定辛苦, 要走在最前面, 一定辛苦, 没有机会不会来就花人了, 像这样, 你不要去花来不断, 一定是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已经有了志同道合的, 算是体制内的伙伴, 体制外的就是靠大家, 大家居民啊, 家长啊, 当时是为什么牧民, 带自己的儿女来这边救度, 我是自己创业, 所以小朋友都给外婆带, 外婆是住在谷坑, 离华南不远, 那我那时候小孩要上小学的时候, 小孩不肯跟我回台北, 那我的小孩就说, 他想留在南部, 南部的学校, 他觉得不错, 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去找网路啊, 还有特色学校啊, 就去翻去找这些资料,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不起眼看起来蛮老的老头, 哇, 好敢讲啊, 我觉得他的想法还不错, 他那时候好像是有一个, 得一个奖, 用100公分的高度看世界, 就是用小朋友的摄像机, 他们大概都是100公分, 然后就是用他们的角度,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 然后有一系列, 然后他那边又以咖啡为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軸, 因为云林骨坑, 这个很棒耶, 你看一颗种子从无到有, 然后到他要怎么样去那个过程, 然后一支熟成之后, 你还要去主练他, 然后成为一个商品, 成为一杯咖啡, 这个过程我觉得, 根本是生实在太密合了, 太好了, 我就跟我的小孩说, 我去那个学校, 他今天有来吗? 有,今天有来, 你知道你爸爸的想法吗? 他看到了一颗咖啡的种子, 就想到这么多, 把你丢到那边去, 就是他其实想象力蛮丰富的, 所以他只要掺到某一样东西, 他就可以想到未来,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值得赌一下, 他在解析你, 你的女人, 我的天哪, 那进来的华南国小呢, 什么感觉? 刚去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跟以前, 我的哥哥姐姐跟我形容的不太一样, 哥哥姐姐形容是什么, 那你自己经历了什么? 他们是说, 学校老师好凶哦, 就是到学校之后, 老师都对我很好, 是哦? 对, 然后呢, 什么课你最喜欢? 就是学校的特色课程, 什么叫特色课程? 比如说, 以前从小的时候就是泡咖啡, 你为什么觉得泡咖啡好玩呢? 他其实要的东西很多, 就是不管说你这个咖啡品质好不好, 但你要有心啊, 好会讲, 要有心才能泡出好的咖啡, 对不对? 对, 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国一, 你表达能力非常逻辑, 非常的清楚, 爸爸超高兴, 谢谢你哦, 谢谢杨同学, 谢谢, 有没有谁跟我们的杨爸爸一样, 是牧民或是校长曾经去拜访, 你拜托我的学校不错, 请你留下来有没有, 吴小姐, 吴小姐, 校长是你自己要来, 还是校长去拜托你? 当初是校长去招生, 所以他怎么招生? 当初是社区有一位大嫂, 然后带着校长还有注册组长, 一起到我家, 拜访? 对, 他怎么说? 他看到你看到他身上什么东西? 校长很亲切, 怎么说? 就一进来就是看到我的小孩, 因为当初老大就是要读国小, 这是老大, 当初要上国小, 然后老三, 老三才一两岁, 是, 对, 校长进来是先逗小孩, 他不是先招生, 是, 对, 一, 他真的很有心机, 二, 也许他真的很爱小孩, 这是, 一眼就看出来他是真的疼小孩, 他一进来不是在讲造成的事情, 先跟小孩玩, 对, 尤其刚刚那个校长就特别说到就是, 要认识这个社区, 要认识土地, 也许才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他们带孩子亲近土地, 接近大自然的详细过程, 这是华南社区里的溪流, 磕角溪, 清澈干净的水质, 有着丰富生态, 华南国小的朔溪课程, 就在这里推展, 但是一包从天而降的垃圾, 让孩子又错愕又生气, 那垃圾是很有趣的, 就是居民就要骑自, 骑机车骑在哪边, 就垃圾就丢下去, 这个东西就知道是一种习惯, 那我们孩子就必须要去解决垃圾问题, 还是政治的问题, 于是他们就想说, 贴告示,请警察寻手, 爱家爱护发传单, 然后想了一大堆事情, 判监下游的北港溪, 因为垃圾污染水源, 忧心磕角溪也被波及, 学生拍摄纪录片, 展开护膝行动, 正好我参加学校的主题研究, 我就以北港溪作为我研究的主题, 为避免土石流发生, 水宝局打算整治磕角溪, 以水泥填补四周, 小学生开工厅会, 向社区大人们报告磕角溪的价值, 地方人士备受感动, 因此向水宝局争取, 整治计划终于取消, 磕角溪的风貌才能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之后, 因为这期间我们有去跟社区谈, 我说这溪保留下来, 里面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带我们的孩子去玩水, 我们每期名叫索西, 之后他自己也震撼到, 因为练花症确实很好玩, 我们孩子一而再二三的说要再来, 勾起他们的一种想象。 小朋友了解一些我们社区的一些文化、生态, 丁丁这里了解很多, 这些小朋友都在这里了解很多。 磕溪生开探访, 磕角溪成了当地很受欢迎的校外教学, 亲子旅游地点, 每年来华南一带的旅客, 从两千多人,四年内暴增到近万人, 而这些都来自于华南国小的孩子, 对于环境的关怀。 跟政府的长官官员接触, 也是课程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事情。 这是行动策略的一部分。 不跟政府接触, 未来怎么去解决问题。 可是孩子们不会觉得, 哎呦, 还是这是我们大人的想法, 哎呦, 小孩子根本认为他们就是一般人。 小孩子根本就不会怕那个事。 不会怕, 连宫丁会都叫小孩子去。 胆似比大人还好, 例如, 要相信孩子, 要相信孩子。 今天有谁, 有没有去参加宫丁会那次的活动, 我们刚才看到影片, 应该那个, 你儿子去, 对, 呼吸活动, 他跟社区做简报。 你儿子是哪一位, 他小六的时候, 你小六的时候去, 对, 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大二。 所以是有一段时间的回忆, 当时去宫丁会的感觉是什么? 当时的背景就是, 有关我们那附近的溪流的一些问题那样, 那我们就去做简报, 去开宫丁会, 跟大家去讲说, 溪流的一些污染问题之类的, 当然我们多少还是会, 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一些疏漏之类的, 但是我们就有试着去想办法, 把东西做出来。 最后结果是什么? 你们希望获得什么结果才做的那场宫丁会? 我们希望的结果是说, 尽可能地让整个自然环境可以保有它的原始的面貌, 那这样子, 它一方面是有那个时代传承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说, 就是它可以去有一些教学的用途, 有关自然生态方面的教学之类。 那条溪就是柯角溪吗? 现在我们的柯角溪, 其实还保留原始的风味。 没有错, 对。 所以你们希望互助的是这个东西? 对,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 孩子会去做这个, 是因为我们听到一个消息是, 水宝局, 他们其实也是有计划性的, 这一段也是要把它整治完成。 原来如此, 我不要怕它变成那个样子, 我希望保留原始的样子, 对不对? 它里面全部都是化石, 然后是北港溪唯一未受水质污染的地方, 未受污染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马口鱼, 拉式清晰蟹, 有很多的生物质源在里面, 这些蟹人都去玩过吗? 全部都玩过, 有玩过吗? 有玩过的举手, 这个溪流, 我们保留这个溪流好玩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水冲下来, 然后被那个被水冲到很舒服, 被水冲, 它现在转死霸了, 死霸的感觉, 气氛很好就对了, 所以很喜欢在这样子一个溪流, 所以校长, 你每一次碰到了相关的问题, 都叫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们大概有三阶段, 从广度的认识, 深度探究, 最后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行动策略出来, 那这样的话, 对孩子的那种, 我们常常做要跟土地结合, 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 那个很难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四月到六月, 我们有溪流的时候, 我们会六年级带一年级, 五年级带二年级, 三四年级一起, 然后由高带低, 我们会就由溪流的生态探索课程, 然后教他们怎么去沿着溪流往上远, 然后去做静系的动作, 同时去认识溪流生态, 这绝对跟我们在课本当中看到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真正碰到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跟玩不一样, 像我的小孩,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会很紧张, 很多地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很紧张的, 所以你虽然走完全程, 可是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到底经过什么地方, 那这个华南国小就是这些师长们, 他们就带了每一个学期一次, 所以我的小孩变成, 第一次去的时候, 很紧张走完了, 走完了, 你看到什么了, 不知道很紧张, 第二次的时候他很兴奋, 有, 我有去跳水, 我有去玩水, 我有看到什么青蛙, 旁边还有蛇, 第三次的时候, 他会开始去认识旁边的有些什么植物,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生物, 在什么地方会有鱼, 他们就慢慢去了解, 所以他们在走那个一次又一次的过程, 虽然一个学期一次, 但是每一次去, 他们都很兴奋, 兴奋, 而且感觉不一样, 对, 带回来都其实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蛮羡慕的, 比如说如果有一条很棒的溪流, 在我们家的前面, 那我就真的可以唱那首歌, 我家门前有笑, 多好, 我家门前有笑河, 后面有山坡, 山坡上面野花朵, 野花很四国, 小河里牛白了, 阿尔喜吕婆, 喜能吕婆儿快乐, 当首唱情歌, 每一件好事都是要靠很多人共同来想办法, 找出解决办法, 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谢天吧。 今天是逢立东时节, 我们又回到华南梯田办与谢天祭典, 还能上昌保佑台湾风调与顺, 生界能够平安顺遂, 点亮华南就从现在开始。 在立东的这一天, 华南社区举办了第六年的 大华山席山谢天祭, 大人小孩携手感谢老天爷护佑。 我们要最尊敬的花瓣, 代表我们最尊敬的感谢。 华南社区十多年来相互合作, 社区民众提供闲置茶园, 我员当学生教室, 还在走进社区发现社区问题, 协助小农贩售农产。 我们针对有机农作, 进行小记者采访的活动。 转型无毒农作, 却因为卖相不好, 市场消不出去。 柳丁农民的感慨, 促成了孩子主动协助, 拍摄纪录片, 媒体发文, 一天之内销售一空。 有时候小朋友回来, 会跟我们讲说, 爸爸我们去买什么菜, 帮帮那个阿公阿嬷, 我们去买他的蔬菜好不好, 让小朋友可以发现说, 他的周遭,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 在这个社区当中, 我的左右邻居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跟人的互动之间, 会产生的一些, 互相帮忙的这种情怀。 同样,华南师生也出力的, 还有咖啡。 一边搅拌咖啡, 同时认真讲解, 煮出好咖啡的秘诀, 学生用自己的力量, 让咖啡形塑成华南文化。 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被选出来的那些画的人, 有那些画, 然后就拿去做商标, 然后我们就帮咖啡农的那些咖啡, 做成绿挂式咖啡, 还有烘好的咖啡豆, 然后拿去彰化卖。 卖完的钱, 然后再去帮助农民。 感觉很有成就感, 因为可以被别人买走。 以前的学校都是成绩, 你考的成绩比较好, 你就只是一时的快乐。 可是在这里就是活动, 你成功了, 你真的完成了, 你才有成就感。 从早期追求保育, 土地休养生息, 到现在协助社区发展在地产业, 孩子与社区居民共生共荣, 紧密相依, 力量更加强大。 谢天记这个想法, 大概可以想象, 但是其中的那些仪式 跟社区跟设计怎么来的, 怎么念啊, 怎么动作啊, 做什么是怎么来的, 谁想出来, 也是校长吗? 大概是这样子啊, 你看我们学生去做 那个捡垃圾也好, 或者是去护系也好, 都牵扯到那个社区居民的 一个生活习惯, 那时候我们曾经发现说, 餐厅的废水直接排放到 那个溪流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 跟这些居民 做一个好好的沟通, 那时候做了几年以后, 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些状况, 一直发生, 就是说我们再怎么讲都没有用, 后来我就突然想到, 我们应该要连署起来, 然后在那个, 至少在那个所谓的 动物休门完之后的 那个繁殖剂的时候, 能不能不喷药, 不干扰, 不破坏, 让这样的一个大地休养生息,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还不办, 不然我们就请这些社区居民 一个一个来, 我们拿那个连署树给他签, 他家里有几公顷, 那至少在春夏这个期间里面, 你不要做这种事, 那时候, 我那时候很有一股热情, 就开始去连, 第一年连署到六十五公顷, 那时候我拿了那些东西之后, 我就想说居民真的会遵守吗, 我就开始问很多人, 他们也说不可能, 依我的经验也不可能会遵守, 就是, 好, 你拿来我签, 我确定自己签, 但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那要怎么让居民遵守, 第一个要有钱嘛, 如果你发钱给他们, 他们就会遵守嘛, 就有企业存在, 可是我也没有钱, 那我会想一想, 那居民最怕谁, 小朋友吗, 他最怕上天, 用信仰的力量, 信仰,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用什么心事, 让他既庄重且正事, 而且让居民一起来参与, 那时候想说, 那我们应该要有个祭天的仪式, 我们一般在户外, 不是都能吃平安的, 我们应该要做这个事, 就是我们要设计了三个祭典, 比如说三月习三季, 四月高天祭, 十一月的邪天祭, 那最重要的这个祭文, 祭文要请谁来念, 我念没有用, 因为我人为言轻, 社区居民不会重视这个东西, 我就请乡长过来祝祭, 你变成一件好正式的事情, 那我就写了一篇祭文, 高天祭的祭文, 谢天祭的祭文, 然后习三季的祭文都不一样, 那时候我那时候想要怎么写, 包含诗经, 包含那个泰戈尔诗集, 包含我们认为, 那个本身对待这块土地的情感, 要把它放进去, 那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这个仪式, 那这仪式的时候, 我们邀请所有的学生一起来参与, 社区居民一起来参与, 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最好玩, 因为乡长过来, 我说乡长你照念就好, 我们师姨会引导你去做什么事, 然后去社区居民来了, 我们把那个雷鼠树放在工作上, 大家真的会怕, 所以社区居民才来的杀眼了, 杀眼了之后, 我说你还要叫他, 你还干这种事情, 你是认真的哦, 认真的, 你是认真的哦, 所以后来这样做完之后, 对不对, 到了谢天, 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只办一年, 如果只办一年的话, 大概就也许不成功, 所以你看第一年65公顷, 第二年80公顷, 第三年127, 第四年201, 再来第五年307, 那今年第六年, 我们已经回到社区里面, 开始从社区生根, 是, 那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里面, 其实要让居民很真正的去理解, 这块土地发生什么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 影响到我们的云林县的环保局, 它那时候不喷尿, 不干扰, 不破坏, 所以它后来宣布了, 一样政策, 就是说云林县所属的, 二十个乡镇里面的清洁队, 不准再使用粗草剂, 你们的影响, 往往是一个学生的作业开始, 这样的想象, 后来变成了, 整个社区县市都跟着跟进了, 就这个计划, 你说小也蛮小, 说大还真大, 每一次都像连一一拜往外扩散, 但其实谢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有感受, 天这件事情就是农民, 他们的所有的收成, 都是老天爷, 就是看老天爷给不给饭吃, 农民的所有的收成, 我们的校长也带着我们的学生, 去帮农民做卖水果, 卖咖啡, 因为农民很多人, 不知道如何行销, 他们很辛苦, 我们的校长带领着, 老师们带领着大家, 去了解为什么咖啡, 到底从何而来, 水果到底怎么种, 它应该怎么卖, 明明卖相不好看的水果, 可是它很有营养, 很好吃, 就把它给卖出去, 很多的农民都非常非常地开心, 这是他们从所未见的行销的方式, 我们来连线其中的一位好朋友, 来谈一谈我们帮他卖了什么东西, 哈啰,你好, 你好, 现在校长跟我们的老师跟家长会长都在这边, 我们来聊一聊, 他们的同学跟学生帮你卖了什么, 所以你种植咖啡就是了, 所以你对于校长或对于我们的同学, 有什么话想好不好, 阿公今年的修行好吗, 所以真的是靠天, 所以你很辛苦, 今年整个台湾的咖啡生了都不好, 你家里有留下来的咖啡吗, 我还能听到你咖啡吗, 现在我们都没有拥过去年, 我们都在学习, 今年每年都没有拥过去年, 大概第一年的咖啡, 我们学生帮他盛销之后, 后来很多人看到他的咖啡品质很好, 就直动就跟着你, 先都买光光了,对, 那你没有咖啡来台北, 我请你喝咖啡,好吗, 我只要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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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要喝咖啡, 他说自己在家就喝咖啡, 嫌弃我啦, 谢谢你跟我们做连线, 谢谢阿公,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你, 谢谢, 会疼吗, 做到现在, 说实话, 会疼吗, 有一段时间, 坦白讲是有点感觉到说, 走不太下去了, 因为给你的回馈, 有时候不是全然是正面的, 但是我还是知道说, 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只有校长, 他还是继续坚持, 校长会疼吗, 你笑呢, 我感觉很疼, 男人之境要怎么样互相打气, 其实校长鼓励我们比较多, 真的喔, 咱们讲, 像比如说有些课程是, 我们是拉到户外, 拉到花蓮, 拉到台东, 一路这样子, 回来到肯定是骑脚踏车, 这个当中碰到困难, 那当家长的, 我们是先想一个退路, 要不然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 还是校长一直鼓励, 既然来了就继续走下去, 那这个是个比喻, 其实在这十当年当中, 很多其他的事情, 很多也是类似这样子, 校长你会偷偷地在家里哭吗, 我会在山里面哭, 真的吗, 所以你只要看他长爬山, 你就知道他又去山里面哭了, 山上的, 只要看到校长不见的时候, 就是在山上大哭的时候, 居然同学在点头啦, 真的, 压着, 其实那个压力, 你必须透过我自己调试的方式, 去调试, 所以我下面做这个动作, 会给你更大的压力, 我想叫大家给校长拍手, 好辛苦喔, 招的人会越来越多, 校长加油, 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为了社区, 为了我们的教育, 为了我们的子孙, 但我们现在一直讲到华南社区, 它是位于云林, 了解一下云林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园, 它到底我们对它深入了解有多少呢, 云林县位于台湾的中南部, 就名为斗六门, 县内除斗六市, 虎坑乡及林内乡靠近山地, 地势较高之外, 其余十七乡镇均属平原地区, 云林县以农鱼业, 糖业为主要产业, 山区的谷坑乡发展出咖啡产业, 县内也设有工业区, 因青壮年人口外移, 第二三级产业在台湾西部各县市中, 规模较小, 随着少子女化, 地方政府财务吃紧的限时条件下, 小校面临存续问题, 2007年起, 云林县政府针对不到100人的学校, 颁定小型学校转型优质计划, 激励学校活化课程教学活动, 提高学生学习品质, 这项政策迄今仍在进行中, 无疑是偏乡小校在面临存与费之间的 另一条出路。 都在顾别人家的孩子, 自己家的呢, 很傍生的, 所以自己的妻子跟佳莹有时候, 会不会说我们都看不到, 爸爸看不到, 不会啦, 我记得在, 在三、四年前有一次的会议里面, 我自己的太太就讲了一句话, 反正一路走到这个路, 已经走到这里了, 我就把它捐给社会, 待会要抱她, 她快要哭了, 她太可怜了, 捐给社会了, 她是个孤儿, 真的辛苦了, 但是我想所有的校长, 或者是我们的师长们, 最开心的就是, 孩子的改变, 孩子变得不一样,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孩子逐梦, 孩子自己挖掘问题, 并且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最棒的一件事情是, 万一有机会能够再看看, 抱抱我们的孩子, 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呢,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神秘嘉宾, 请出场, 欢迎, 你是谁,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女生, 我是江湖国中的谷运林, 谷运林读过华南, 从国小二年级, 国小二年级开始, 现在多大了, 现在国三, 现在国三, 旁边这位男生是谁, 我是振兴中学的陈德范, 陈德范也读过华南国小, 对, 读几年级, 我从四年级开始读, 四年级开始,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 今天看到校长在对你们, 含情默默的看着, 有没有印象中在学校当中, 最快乐或最特别的一件事情, 谷运林先, 我觉得, 应该是登山吧, 登山, 其实我从二年级登山到现在, 还是会, 学校还是有活动, 让我有这个机会, 那我觉得我从刚开始, 就是我高三症, 我体力不好, 然后我需要别人照顾, 然后到我现在, 我可以当小队长, 然后去照顾别人的这个过程, 你今天的爸爸妈妈有谁来吗? 妈妈, 妈妈她本来有高三症, 那后来, 你怎么让她, 愿意让她继续去爬山呢? 就觉得, 就是这样学校就去了, 那就去啊, 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克服, 你觉得她有变异不一样吗? 有啊, 怎么说? 她其实是很依赖的, 然后, 看不出来, 我其实升老三的时候, 她是哭天抢地, 觉得我好像已经, 一辈子都见不到我要去生产的时候, 现在还应该把你丢掉了, 现在就是, 应该她跟我平起平坐吧,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互相都是, 有时候有些在某些事物上, 她是我的老师, 我们都是彼此的老师, 怎么说她是你的老师? 比方讲, 我有沮丧的时候, 其实她还会可以去安抚我, 告诉我不要想太多, 你怎么鼓励妈妈她沮丧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我的角度, 去跟她说这件事情, 她有时候沮丧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我也不懂她沮丧的点, 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 她或许可以理解啊, 对, 现在孩子可以这么直接的沟通, 并且能够体会到, 就是我也许不懂, 但是我讲给你听这样子, 很像姐妹或朋友的, 对不对? 我们算姐妹朋友, 还有彼此的老师, 真的很酷, 谢谢妈妈, 你呢? 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应该是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有去做自主学习, 服务学习之旅, 就是我们会自己去安排行程, 然后我们有到宜兰的南澳自然田, 去当地种田, 然后还有到台北的, 就是去服务一些生脏者, 是, 那个是让你学到什么, 或你看到了什么? 一方面就是能够自主地去排一个行程, 其实对郭小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自主排一个行程, 就是我要计划怎么去, 怎么去安排, 跟这些生脏者碰面, 怎么互动, 都要自己来? 蹲点, 所以今天你也有家人来到现场吗? 对, 你的爸爸, 爸爸, 我们的陈爸爸, 他有变吗? 你觉得? 他们会开始为自己的一些事情做一些, 做一些安排, 也会有一些思考, 是, 像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 所以, 你也是老师, 我是老师, 那这个, 他会问我一些问题, 老师说, 华南的小朋友会问的问题, 通常有一点特别, 是, 是, 所以你会觉得他真的有不一样, 在进入这个学校的不一样, 校长看到这两位同学, 应该还有陆续的同学, 会回到我们的学校当中, 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卧心啊, 很卧心, 看到他们的成长, 看到他们的不一样, 很独立, 很独立,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我们的校友, 我们还是希望, 你们像风筝一般, 有一条线是拉在学校这边, 让我们永远可以知道, 知道你的消息, 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知道你的好消息, 知道你不好的消息, 因为你永远是, 华南国小的一分子, 就来听这首歌曲, 听说是我们毕业的歌曲, 对不对, 叫做《风筝》, 同学不要像罚站, 一起来唱歌哦, 别心疼我会跌跌撞撞, 因为在温柔手中, 实际上, 你莫未遣不潑失误了 Google贵 你 Pres dream and see the sun at the ground, 一路上许多小的渴望 生命不该是争扎 是时光与挣扎 我提计到梦想 原来我不孤单 我飞意的理智其中 我唱的比谁都唱 整风雨风的阻挡 有我青春的翅膀 我飞意的理智其中 我谁都要倔强 颜覆时间眼光 你无法顾得长 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 希望现场的每一个师长同学 都能够拥有一片彩色的天空 我们的同学好同学 下次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华南国秀 华南社区 华南社区 陈校长 万岁 皇帝啊 万岁 你还记不记得小学时代 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 欢迎在我们的粉丝专业留言